澳門的情況與香港不盡相同 我留意到昨天澳門公佈成立 由澳門特首擔任主席委員會 發言人說 澳門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 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配套 所謂進一步完善就是它已經走一步完善 在2009年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 香港連這一步都未走的 所以現在就不是說去進一步完善 我要先處理完善基本法落實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方面 亦都是大家時常都感到 有些擔心的所謂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 但我的立場清晰 這個工作是不可以迴避 任何特首、特區政府或者政府的官員 對於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我們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亦都有些工作現在進行著 所以這個是一個何時去啟動 我的說法就是我一定要審時度勢 在一個有一定的條件、環境之下 這個工作是會啟動 有了一個法律的框架 然後是否需要有行政長官、高層領導 來配合這個法律框架的分析 或者執行的工作 這個到時一定可以考慮 大家就會… 其實在說法律上 為何人做的�數 然後來配合這個 有任何方法律 在你身族 這領土 就非常好 它們修正在